中时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欲望之石》 副标题是权力 谎言 与爱情交织的钻石梦 书名里的《欲望之石》指的就是钻石 它诞生于地漫中 在设施一千来度的高温以及极高的压力下 碳粒结晶形成了钻石 之后又随着火山喷发等地质活动被带到地表 钻石最早被发现于2400年前印度的克里西纳河附近 当地君主和酋长把钻石当作王权的象征 印度人相信钻石清澈闪耀的特质和神明有关 每颗钻石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星 钻石里住着神明会影响佩戴者的运势 17世纪法国商人把钻石带到了欧洲 钻石在欧洲掀起风潮 成为王公贵族的新宠 也被镶嵌在了君主的王冠上 进入到20世纪 钻石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它象征着永恒的爱情 某钻石公司的广告语就是 钻石恒久远 一颗永流传 那么在漫长的岁月中 钻石是如何一步步地成为爱情和婚姻的象征的 围绕钻石 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欲望之时这本书就将回答这些问题 本书作者汤姆·佐尔纳 是一名美国记者和编辑 他曾任旧金山记事报的记者 也是卢旺达饭店经理 卢斯·沙巴吉纳的传记 《我被烦人》的共同作者 根据改编的电影《卢旺达饭店》 斩获了2005年 奥斯卡奖和金球奖的数项提名 《欲望之时》这本书首版于2006年 中文版近29万字 分为10章 作者变访了非洲的矿区 印度的打磨厂 钻石界巨头戴比尔斯公司 探寻一颗小小的钻石背后 所蕴含的汗水 欲望以及谎言 本书出版以后 被评选为 美国图书馆协会年度好书 下面我就将通过四个部分 来解读钻石的奥秘 第一 钻石是怎么成为 爱情与婚姻的象征的 第二 钻石为什么那么贵 第三 钻石背后有哪些血与汗的故事 第四 近年来 钻石业有什么新的变化 下面我们进入第一部分 钻石是怎么成为 爱情与婚姻的象征的 前面说过 钻石最早发现于印度 被王公贵族视为权力的象征 后来又成为欧洲贵族的新宠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种青透闪耀的石头 离自己的生活是很远的 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 钻石巨头戴比尔斯 掀起一轮轮广告攻势 让钻石逐渐确立了 浪漫代言人的地位 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1888年 英国商人西塞尔约翰·罗德斯 在南非创立了 戴比尔斯矿业公司 掌握了当时世界上 九成的钻石来源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戴比尔斯的钻石 功过于求 而即将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又让钻石的前景堪忧 戴比尔斯决定开辟美国市场 但在那个时候 美国人依旧把钻石视为奢侈品 觉得只有贵族 装模作样的男人和黑帮人士 才会佩戴钻石 1938年 戴比尔斯找到了美国广告商 艾耶夫子广告公司 想在美国人 尤其是几百万美国中产阶级的心中 为钻石找一个新的定位 这个定位的关键 就是让钻石与浪漫之爱 无法分割 艾耶公司并没有强调 钻石有多新 或者多么流行 而是告诉消费者 结婚时给新娘送钻戒 是在遵循传统 早在罗马帝国时期 士兵们就会把皮绳 绑在女人手指上 以此象征结合 广告还告诉消费者 钻石可以防止配偶出轨 能抵抗爱情的消逝 一则广告是这样说的 这样的物品 越大越好 否则婚姻就会沦为二流 1939年的一则广告指出 妻子对一条祖传项链的钟爱 女儿对一只家族戒指的继承 比任何东西都更永恒 且弥足珍贵 艾耶公司为戴比尔斯制作的 早期广告中 不少出于一位名叫做 弗朗西斯·格雷蒂的女性之手 1948年的一天 格雷蒂受命去写一些 能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 放在钻石的插画下 期限很紧 格雷蒂想到了凌晨四点 他都没想出来 写了一些字之后 他就疲惫地睡去了 第二天 他带着这行广告词走进办公室 钻石横久远 这五个字 成为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广告词之一 横久远这个概念目标受众是男性 在美国 订婚对男性而言是一件大事 他标志着一个男人 迈入成年 即将承担家庭工作的责任 买钻戒对男性而言 是一个承诺 他将从此忠于婚姻 因此虽然戴钻戒的主要是女性 但男性才是购买钻戒的主要客户 占了购买者的90% 后来的调查还发现 男人而非女人 更想买大钻戒 女性希望把更多的钱花在婚礼 或者新家所需要的物品上 钻戒买小点的就行了 只有22%的女性 愿意挪用其他经费 比如买车款或者房贷 优先买钻戒 却有59%的男性愿意这么做 而对于女性 爱业广告通过好莱坞 向她们宣传 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 爱业广告 买通了好莱坞业务宣传员 确保女明星佩戴钻石的照片 能出现在流行杂志上 他们把钻石提供给女明星出镜 还鼓励剧作家 在电影情节里加上钻石 西区柯克 1955年的电影《捉贼记》 还有1963年的法国电影《粉红暴》里 都有钻石窃贼的身影 在1953年的爱情歌舞喜剧片 《绅士爱美人》里面 影星玛丽莲梦露戴了26克拉的黄钻项链 唱着歌 男人变老 女人变老 大家最后全都没了魅力 但是 不管四角多面钻 还是梨形钻 形状始终如一 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 这首歌让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 成为了美国人的日常用语 时间进入到了20世纪60年代 性解放运动在美国如火如荼的进行 钻石是婚姻的必备品这一概念 受到了挑战 戴比尔斯的应对策略 是赋予钻石新的故事和象征意义 让它同时代表忠贞与性解放 传统与新思潮 1971年的一则广告文案是这样写的 我的婚礼不会与母亲相同 但我的男人因为爱而给我的钻石 还有我所奚迹的 却和所有女人的梦想相同 除此之外 戴比尔斯也向女性兜售珠宝 是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 一则广告把焦点放在一个女人的脚上 这只脚上勾着一只黑色的高跟鞋 网眼袜上则勾了一只镶了珠宝的胸针 广告于是 可以阔步 为什么要慢行 钻石粉碎了所有规矩 戴比尔斯在美国编制的爱情幻象 无疑是成功的 截至本书出版是 世界上一半的钻石消亡美国 其中90%是用来做钻戒的 而在大洋彼岸 戴比尔斯在日本生造了 男人需要钻石才能结婚的文化 20世纪60年代中起 戴比尔斯开始瞄准日本市场 那个时候 日本人并不需要钻石 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当时的日本人的婚姻 很多还有长辈做主 第二 崇尚武士道的日本男人 把努力吸引女性 视为不冷静不体面的行为 但戴比尔斯会改变日本人的想法 1966年 戴比尔斯在日本的广告公式开启 这一时期的广告美国味十足 鼓吹钻戒是西方性感与成功的象征 在广告里 男性穿着干净利落的西装 开着跑车 女性则全部非常西化 反传统 他们骑单车 露营 乘坐游艇 当时日本正逐渐摆脱二战的余波 经济日渐繁荣 日本国民 对以好莱坞电影 爵士乐 冰箱 电视机为代表的 西方生活方式 日渐接受 手头有了闲钱 可以购买奢侈一点的东西 戴比尔斯还通过广告 告诉年轻的职场男性 要想让自己的新娘幸福 得用三个月的薪水去买钻戒 戴比尔斯在日本发送的平面广告上 大多印着这句广告语 一支婚姻戒指 指三个月薪水 还有一则广告呢 是一张图 年轻的男子在工位上 做思考状 望向远方 配文是 告诉我 在自己理想的女人身上 花三个月薪水 是男子汉的行为吗 或者 花三个月薪水买婚戒 会不会有关幸福的传说呢 这些广告词 无不告诉日本消费者 如果你没花三个月薪水 给新娘买钻戒 你不光一点也不难忍 也不会得到幸福 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 但是呢 对于习惯于集体主义 和羊群心理的日本人来说 这些广告 却恰到好处地 撩拨了他们的心弦 一位高级营销主管 告诉记者 日本人 习惯于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 要让他们相信 和接受一个新事物很难 可你一旦让他们接受了某件事物 他们就会全部奔拥过去 1966年 戴比尔斯在日本打出了 第一个广告的那一年 日本只有不到1%的新娘 收到了钻戒 但15年后 1981年 这个数字就升到了60% 再过10年 到了1991年 日本将近9成的新娘 收到了钻戒 日本也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 钻石消费市场 事实上 关于应该花几个月的薪水 买结婚钻戒这个问题 各个国家是有差距的 在美国大约是两个月的薪水 而英国男性 只愿意花一个月薪水买钻戒 相比之下 日本人的期望值很高 作者问一名 戴比尔斯的代表 为什么他们在日本宣传的价格 比在美国和英国都要高 这名代表答道 说实话 我们只是试图哄抬价格 以上我们讲了第一部分内容 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 戴比尔斯分别在美国和日本 掀起广告宣传 这些广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 把钻石变成了浪漫之爱的永恒象征 也让钻石从贵族专属的奢侈 变成了人们谈婚论价实的必需品 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 即便钻石已经不再遥不可及 价格也并不亲民 在发达国家 一枚钻戒会花掉新郎 一到三个月的薪水 钻石为什么这么贵呢 第二部分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我们常常说物以稀为贵 根据行业数据 目前全球已探明的钻石储量 为25亿克拉 钻石并不稀有 但戴比尔斯让钻石变得稀有 他的第一个策略 是控制钻石产量 这是戴比尔斯创始人 罗德斯和公司董事们 在19世纪就定立的方针 19世纪末 罗德斯控制了世界上 90%的钻石来源 他把钻石产量砍了约一半 人为地制造钻石的稀缺性 钻石价格飙升 1929年 接掌戴比尔斯的 埃内斯特奥本海默 也曾经说过 增加钻石价值的唯一方式 就是让数量变得稀少 换言之 就是减少生产量 而对于那些潜在的新矿区 戴比尔斯也密切关注 一旦有了新的钻石矿区被发现 戴比尔斯的代理商 就会出现在附近 尝试说服或者 威胁矿区的所有者 把地卖给戴比尔斯 作者在书中指出 整个20世纪 戴比尔斯用来压制生产的经历 几乎和实际生产的经历一样多 比如1975年 一对法国地质学家 在巴西发现了一座 值得开采的钻石矿卖 尽管这个矿区的储备量并不大 但戴比尔斯 还是很快通过空壳公司 买下了这块地 然后并不急着开采 戴比尔斯的第二个策略 是通过看货系统 控制钻石的流通和价格 戴比尔斯每年在伦敦 举办10次看货交易 每次约80名看货人参加 他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盒子 里面就是戴比尔斯 提供给他们的钻石配给 这些看货人将把盒子里的钻石 再分配给自己下一集的采购商 戴比尔斯一位前高级主管说 为了释放出数量完全正确的钻石 到市场上 戴比尔斯会精细地计算 每个盒子里的配额 钻石的数量必须多到 足以满足市场需求 但又必须少到 不能造成价格下滑 这名主管告诉作者 维持平衡就是一切 看货人所代表的公司 必须通过戴比尔斯 针对财务状况 市场敏锐度等各方面的严格评估 看货人不能对自己盒子里的 钻石配额表示抗议 还必须保证自己不会以批发价 出售盒子里的太多钻石 从而导致钻石的市场价格波动 顺从可以保证可观的利润 反之则会受到惩罚 曾经有一位纽约的看货人 拒绝接受盒子 他不再受到邀请 还必须加价才能补到货 这条规则不仅对看货人有效 对于钻石供应商也是如此 1981年 非洲国家扎伊尔 由于不满意和戴比尔斯的协议 想和其他三家欧洲公司 签订新的合同 文讯的戴比尔斯 释放出了一大批钻石库存 破坏了钻石的行情 导致扎伊尔的钻石工业 濒临破产 扎伊尔再度与戴比尔斯合作后 钻石的价格立刻抬升了一倍 除了控制产量和看货系统 编制钻石的爱情神话 来减少钻石的流通 是戴比尔斯 维持钻石价格的第三个策略 现在世界上 已经被切割的钻石 那大约有十亿克拉 这是什么概念呢 把它们全都放在一起 能塞满一辆双层八式 给钻石打上永恒的标记 让钻石和情感密不可分 这就会让所有者 很难把手里的钻戒脱手 毕竟没有哪个新娘 愿意收到别人的二手钻戒 作为新婚礼物 二手钻石的价格和原价 也有着天壤之别 在以上这三种策略之外 戴比尔斯在打击钻石矿区的偷窃和走私问题上 也不遗余力 在安格拉刚果的矿区 通过偷窃和走私进入市场的非法钻石 会导致市场价格下跌 一牛奶瓶的西非钻石 在比利时的价格仅为戴比尔斯的5% 为了杜绝偷盗和走私的问题 戴比尔斯聘用了英国军警5处的局长 帕西·希利托爵士 希利托召集了一帮前特工和警察 成立了一个名叫做 国际钻石安全组织的秘密部门 希利托在矿区架设了X光机 所有人离开矿区前都要被扫描 如果机器操作员看到 某人的位里有一个黑块 这个人就会被送到医院去洗位 相传有些矿工会故意吞下 纽扣小石块 好测试机器是不是有效 希利托还派人打入了走私网的内部 希利托的这个组织 给了英国小说家 伊恩·弗莱明灵感 弗莱明的代表作是007系列 其中一部金刚钻 讲的就是詹姆斯·邦德出生入死 切断钻石走私路线 拯救世界的故事 在征得了戴比尔斯的同意以后 弗莱明还和国际安全组织的一位高级探员见过面 这名探员告诉弗莱明 戴比尔斯的中层员工 无法抵御诱惑的故事也不少 比如说 有位戴比尔斯的地质学家 高级探员 管他叫张三 这位张三在纳米比亚的骷髅海岸工作 他私藏了一些自己在坑洞里挖到的钻石 晚上搭水上飞机回坑洞去去 有天晚上 张三的飞机失事差点送命 盗窃行为这才曝光 探员们发现张三买起来的一只罐子 里面装了1400颗钻石 弗莱明后来还写了一本小说 《钻石走私者》 极力赞扬钻石警察的战无不胜 也增加了钻石在大众眼中的魅力 然而就在钻石在西方编织着 有关爱情 欲望和魅力的梦想之时 他也在世界上的另一些地方 与暴力和压榨联系在了一起 接下来第三部分 我们就来看看钻石背后的血汗故事 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血钻 血钻指的是用来资助非洲内战的钻石 1975年 非洲国家安格拉独立 随即打响了一场长达27年的内战 交战双方用美丽无色的安格拉钻石 来交换军火商手中的AK-47步枪 火箭筒和地雷 20世纪90年代末 血钻交易最盛的时候 美国市场上4%到14%的钻石都是血钻 2001年 戴比尔斯和其他钻石企业 在联合国的压力下出台了金箔利流程 这个流程规定 任何出口钻石的国家 都必须证明钻石并非产自战区 但这并无法阻止战区的钻石 通过走私进入邻国 成为合法钻石销往欧美 2002年 安格拉反对派领导人萨文比 被政府军杀死 安格拉内战结束 但围绕安格拉钻石的血腥故事仍在继续 手持武器的政府军和叛军老兵 把枪口对准了平民 他们设置路障 骚扰矿工 对于矿工们来说 挖到钻石并不一定意味着发财 反而可能意味着死亡 有矿工由于被怀疑吞下了大钻石 被关进牢里 还被迫吃下了一种可以引起腹泻的液体 结果矿工死于这种不明药物 还有人因为钻石被开膛破肚 从某种角度来看 这些钻石甚至要比战时的钻石更血腥 以前政府军和叛军攻击的是敌人 但现在他们名正言顺的屠杀人民 在其他的钻石产区 有些人挖到了大钻石发了财 还有些人 依旧陷于贫困与危险 比如说在中非共和国 矿工们每年在沙子里找到的钻石 零售价相当于25亿美元 这个国家三分之二的人口 每日收入不足一美元 而一颗四颗拉的钻石 在美国随便就可以卖到五万美元 足够让三个中非家庭 一辈子衣食无忧 中非共和国的钻石矿坑相对较浅 一般在地下一米五之内 但是这些地层松软 墙面经常崩塌 关于每年多少人死于矿坑中的意外事故 并没有统计 但是几乎每个矿工 都听说有人意外地死在了矿坑里 离开钻石产地 我们再到钻石的加工地去看看 印度是世界主要的钻石加工中心之一 在那里 钻石打磨工们 在三十几度的高温中挥汗如雨 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 每打磨一颗钻石 可以拿到0.1美元的报酬 这些打磨工里面 有不少是未成年人 印度的钻石加工 起步于20世纪上半叶 90年代发展壮大 在印度西部城市 苏拉特 有着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钻石打磨工厂 苏拉特所在的古吉拉特邦 每个家庭都有人以打磨钻石为生 钻石打磨几乎没有准入门槛 只需要有人为你的诚信背书 还要年轻 因为打磨钻石不仅需要一双小手 还需要一副视力上加锐利的眼睛 这就让雇佣铜工变得普遍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1997年估计 印度的打磨业中 至少有一成是铜工 作者在印度采访的时候 工厂老板们告诉他 雇佣铜工已经成为过去 但这并非作者在苏拉特看到的情况 一家钻石厂的主管告诉作者 每次有关部门去检查的时候 老板就会把铜工们藏起来 这名主管还估计 苏拉特的劳动人口中 约有两成是未成年人 18岁的克拉迪亚 就是这些铜工中的一员 他呢出生在古吉拉特邦 一个贫穷的村子里 是家中长子 父亲没有正式工作 12岁的时候 克拉迪亚经过表兄介绍 成为了一名钻石打磨工 一周工作6天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时薪0.1美元 全部寄回了家 在印度的农村地区 会把克拉迪亚这样的 到城里打工的男孩 看成是楷模 但对于这些男孩来说 打磨钻石只是一个 无可奈何的选择 不做打磨工 他们只能去乞讨 克拉迪亚对作者说 大家说钻石会改变命运 我一点也不相信 宝石对生命 起不了任何作用 他害怕机器 也怕弄坏钻石 损失钻石 意味着挨揍 钻石打磨不仅辛苦 还会损害打磨工的势力 打磨时产生的碎屑粉末 也会损害他们的健康 很多打磨工 都有头痛和呼吸道的问题 也很容易罹患气喘 或者胃部纤维化 打磨工们 应该戴口罩作业的 但几乎没有人这么做 许多工厂 也根本不提供口罩 对于这个行业来说 打磨工是可以替代的齿轮 厂里永远不缺 十来岁的小打磨工 以上我们说了第三部分 钻石对于挖矿工 和打磨工来说 意味着汗水 甚至会让人 付出生命的代价 最后在第四部分 我们来说说 最近几十年 钻石行业的新变化 二世纪七十年代 澳大利亚西北部 发现了一处新的矿藏 这个矿区名叫做阿盖尔 于1983年正式投入生产 2020年封矿 37年间 总计生产了 9.65亿克拉的钻石 在1994年 它的生产最高峰 阿盖尔年产量达到了 4280万克拉 是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钻石出产方 为了维持钻石价格的稳定 戴比尔斯从开发 阿盖尔矿区的 阿什顿矿业公司 与利拓达成协议 每年买进4.5万吨 阿盖尔钻石 但其实阿盖尔生产的 钻石品质并不高 主要是小而暗沉的棕色粗钻 颜色像红茶一样 大部分原本只能用来 制作牙翼工具 或者钻凿工具 但印度大量廉价劳动力 让打磨这种棕色粗钻 也有了利润 此外 澳大利亚人 还改变了人们对钻石的认知 他们把这些棕色的钻石 打上了香槟钻和白兰蒂钻的标签 宣传 钻石不再是明星 或中产阶级新娘的专属品 每个有工作 或者手里有余钱的人 都可以拥有一颗香槟钻 2003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 今夜娱乐节目的主持人 玛丽亚曼努诺斯 走红毯的时候穿的礼服 上面镶满了2000多颗棕钻 这更是让棕钻的形象深入人心 这些钻石在印度 被做成项链和戒指 在美国 日本等国 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 甚至有调查发现 很多消费者认为 香槟钻和无色的钻石 一样稀有 在万里之外的加拿大 钻石的故事 也继续被改写 20世纪90年代 加拿大的西北地区 发现了钻石矿床 很快加拿大就成了世界第三大钻石生产国 仅次于纳米比亚和博斯瓦那 这里每年生产的钻石价值 约12亿美元 而且加拿大钻石品质很好 有着福特加一般的清澈与冰冷 加拿大开始生产钻石的时候 欧洲的人权组织 也开始关注非洲的血钻问题 于是加拿大的钻石商 着重强调该国的钻石 纯净和优雅 零售商们在钻石的妖际上 刻上枫叶 北极熊 还有因有特人的房子 以强调自家钻石和血钻毫无关系 还有一则广告说 加拿大钻石 是十亿多年前 在北极光的照耀下诞生的 是纯净的化身 这条广告还提醒人们 世界上还有其他钻石 但是让其他人去佩戴那些钻石吧 而在俄罗斯 科学家们发现了 用碳粉制作钻石的方法 又进一步动摇了 钻石是西式珍宝这个神话 这个方法的发明者 是西伯利亚的一群矿物学家 他们造了一个高压机 想要模拟地球内部 高温高压的地脉环境 研究压力对不同矿物质的影响 结果他们造出了钻石 这个方法已经在美国 东欧等地得到了应用 美国一家名叫做 盖麦西的公司 每月可以生产500颗黄钻 品质能骗过专家 零售价约为每克拉5000美元 仅为波茨瓦那生产的 天然橘色钻石的四分之一 科学家们能做的 可不只是用碳造出钻石 他们还能给色泽不佳的钻石 提升价值 只需要不到两个月 他们就可以把一颗棕钻 变成红钻 而天然红钻的价格 一克拉约为100万美元 2003年 欧洲同意为实验室钻石 进行认证 这就意味着 实验室钻石受到认可 随着新矿区的发现和开采 戴比尔斯控制的粗钻来源 已经从2000年的75% 掉到了2004年的50%不到 而对于实验室钻石 戴比尔斯公司和他的顾客们说 相比天然钻石 这些实验室里的产物 少了一些神庙 就像克隆人 少了人类的灵魂一样 2004年 戴比尔斯董事长 尼基·奥本海默 对英国《泰晤士报》说 钻石是大自然经过 数百万年火山活动 创造出来的东西 它来自地球深处 不是实验室 戴比尔斯还称 有真感情的真男人 选用真钻石 而实验室钻石 表达的爱是贫瘠的 不过呢 进入世纪之交 戴比尔斯也在改变 1999年 戴比尔斯聘请 美国咨询公司 贝恩公司 对自己的经营方式进行评估 贝恩公司建议 戴比尔斯专注于 建立品牌的奢侈品 也就是说 戴比尔斯的对手 不再是地质学家 或者其他矿区 而是香水 宝马轿车 这类奢侈品 关于钻石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最后呢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人们为什么想要钻石呢 作者认为 人类渴望得到钻石 是因为我们相信 钻石罕见 且具有某种与财富 爱情相关的神奇力量 我们通过钻石 追寻成功和完美 也通过钻石 来逃避我们对于缺爱的焦虑 没有神话 钻石也就空空如也 不过是一颗 清澈透亮的碳而已 好 欲望之石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